哈喽,欢迎来到第二课啦 我们终于摆脱第一课非常混乱的明初政局 可以进到相对比较明确的第二课内容了 不过呢,我老师也要提醒各位 第二课的内容看似比较简单 但是其实这边在处理的是明初的思想文化 他的确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考与理解 才可以学得透彻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一课的时候 尽可能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年代 他们所遭遇到历史情境 发挥你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在这课的学习就会觉得比较轻松 OK,那我们正式进入课程啦 首先呢,一样再次提醒你 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点 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列点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 这时候的人们他们其实还是有包袱啊 有那种中国5000年来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价值观 依然在束缚着他们的视野 不过同时呢,面对西方列强的到来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那些战争条约 他们也带来了新的技术 新的思想文化 新的价值观来挑战传统的中国 这当传统的中国体系 遇到来自西方的这些新的思想体系 两个一撞在一起 就会有一些火花产生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的焦点啦 其实呢,现在也是一样的 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写那个作文题目叫 我的志愿 绝大多数人都会写说 我将来想要当老师 我想要当医生 真的啦,我们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答案 作文内容都会写老师或医生 不过现在的学生不一样啦 如果我问你们同样的问题 你们将来以后想要当什么呢? 你们会告诉我 老师我要当网红 我要当YouTuber 我要当电竞的实况直播主 对不对? 但是你们嘴巴上讲的这些职业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连想都没想过 完全不存在于我们世界的答案 一样的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电脑还没有很普及 所以大部分人写作业都是一字一句亲笔写 很刻苦的说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仅是有电脑可以打字 现在还有AI你可以输入指令 靠ChatGPT帮你生成作业 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些流行出来 不过呢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还是会有我们这个年代旧时代的焦虑 你说你要当YouTuber 你说你要当网红 天哪真的可以吗? 其实爸妈会担心老师会怀疑 你说你要用ChatGPT来写作业 我也会觉得说 这真的是你写的吗? 这真的可以吗? 这真的可以让我打分数吗? 所以旧时代的我们抱着旧时代的价值观 会有一些焦虑 对新的东西不认同 不适应 但是毕竟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你再怎么不适应 你还是得走下去啊 所以年轻人也许适应的快 像我们这种老人家也许适应的慢 但是我们总要进行新的适应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文化运动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来新文化运动呢 其实它跟清末明初的一系列改革是有关联的 你要知道清朝末年的中国这样子被打 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我这样子被欺负下去可以吗? 我要变强啊 我要长大啊 我要扬眉吐气啊 不要再被人欺压了啊 所以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之下 中国就有一连串的变法改革嘛 我们上学期有没有记得寒假之前学到的啊 所以你有没有学到自强运动 你有没有学到物须变法 根子后新政立宪运动革命运动 有嘛 对不对?至少革命是第一课学的啊 但是但是你有发现 中华民国真的有变强吗? 现在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法 真的有变得很强吗? 没有耶 感觉还是很鸟啊 还是很弱啊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就需要来个新的变法 新的改革 新的一个活动啊 叫做新文化运动 那他跟其他的变法改革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哦 志强运动其实在搞什么? 他在搞的是装备硬体的升级 所以盖铁路有没有? 买武器有没有? 冰工厂有没有?对不对? 所以装备硬体给他升级起来 船间泡利 施宜长寂 以致宜 好不? 再来勿续变法 更死后新政 那些东西在干嘛? 教育制度改变啊 是我们废除科举啊 政治制度改变啊 是我们把皇帝也推翻掉啊 变了一个中华民国出来啊 但是发现中华民国还是很废啊 为什么? 因为你软体没有安装啊 你APP没有进去啊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我设备技术可以升级 我的制度可以改变 但是我需要好的APP 我需要好的CPU 好的软体 来帮助我活化我现在的手机 帮助我活化我现在的运行系统 OK 所以新文化运动简单来说 就是帮中国全面安装西方思想文化 来改造中国的体质 来改变中国的运行状态 这样OK咯? 好那我们正式进入到内容 有两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关键人物是他 一支独秀 陈独秀 来陈独秀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生平 快速让你浏览一下 17岁的时候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所以接受过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 得到了秀才 但是21岁呢 他选择了自己花钱去留学日本 开开眼界看看世界 发现世界真的是很不一样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他回到中国之后 开始办报纸、办杂志 变成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那也因为接触到很多西方的思想文化 他之后认同了共产主义 成为中共的创党元老 那陈独秀最重要的就是 他创办的这个杂志叫青年杂志 后来改变叫新青年 这个杂志当时是 你只要对世界有好奇 对政治怀抱理想 你是奋亲、你是决亲 你绝对不可能错过这本杂志 怎么说 这本杂志里面呢 他收入了很多西方翻译的小说 或者是一些当时名嘴写的政论 告诉你如何救过 然后也收集了当时最夯最新的国际新闻 国内大小事 是你想要掌握当时第一手的讯息 你想要关心当时的政治 可以有什么样的改革之道 你一定要看这本杂志 那这本杂志因为收入了很多西方翻译过来的思想 西方翻译过来的作品 所以中间插的广告 也不是卖什么水果啊 卖啤酒啊卖香烟 卖的都是英文文法讲义 美国民主政治大纲 英文学重书相关的翻译小说 所以他连广告都很西方 都很让你觉得说我要买很多书 我要买更多书来得到最新一首世界的资讯 这是陈独秀的贡献 他有一本新青年杂志 所有想要接触新的西方思想的人 都要看这本杂志 都得读这本杂志 再来 第二个关键人物重点是他 蔡元培 蔡元培不得了了 来看一下他的资料 蔡元培25岁科考见识 你看见识等级很高 如果说陈独秀的秀才 是全班前三名 蔡元培这个见识 本级就是全国前三名的概念 所以25岁考上进士 学霸 39岁公费 拿了政府的钱留学德国 然后他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想法 也是学贯中西的一个一流人物 所以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担任首任教育总长 就是今天教育部长的意思 那时候北京大学 这个中华民国最 当时第一等的学府 就聘任他为校长 好 蔡元培自己在北大担任校长的期间 他其实就是个强调 大学是谁在读的 你读大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读 你读大学是为了追求高深的学问 畅谈世界不同的可能才读的 所以他认为 在大学教书的老师 你只要有能力 你只要有一定的知识量 可以启发孩子对于学习的热情 你可以启发这些大学生对世界的视野 我通通都欢迎 欢迎到什么程度 我管你是学新的西方思想学问 还是学过去旧的传统四书五经 我管你是在中国本土念书的 还是留学的 我管你留学日本还是欧洲还是美国 庆菜啦 我管你是拿到博士Data 还是你是没有学历 你高中毕业国中毕业都OK 只要你有能力 只要你有料 我都欢迎你来北京大学教书 在当时北京大学的那种学风很自由 什么样的老师都有 那自然什么样的学生 他们都能够尽量的去唱谈自己对于世界的想法 因为他在这边是感觉到非常芬芳的 整个在思想上很芬芳 在学习上也是非常芬芳的 OK 这两位是关键的人物 蔡元培跟陈独秀 那再来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要把西方新思想引进来啊 不过这么多的西方新思想 哪两个东西最重要呢? 第一个 德先生 德先生 Mr.德是谁呢? Democracy 民主 中国刚刚从一个专制的帝王体制 变成中华民国 现在还乱七八糟 军阀欧北来 有的没的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民主的真谛 什么是让人民真正可以做主的政治体系 Democracy 德先生是当时手中的一个价值 第二个 塞先生 Mr.塞 Mr.塞是谁呢? Mr.塞是Science 科学 中国过去呢 很情感式的 很主观式的 我说你是对的 我说你是错的 所以当时的判断没有很多的科学根据 可是有多少证据就说多少话 你没有证据就不要在那边 我觉得 我感觉 没必要 所以用科学来摆脱主观的感觉 用科学来摆脱迷信跟愚昧 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先生 一位德先生 Democracy 一位是塞先生 Science 那除了德先生跟塞先生之外呢 当时的中国 哇 只要是西方思想 来来来 拢来拢来 越多越好 所以有一些西方思想也来了 譬如这个东西 有没有看到标题 上面写什么 马克思有没有 马克思去选论事吗? 再看看几个标题 共产主义 没有错 来自 德国的马克思 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 也在这时候来到中国 促成之后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些都是在新文化运动时发生的事 好 再来 既然是新文化运动 引进了西方思想 不免俗的 也会对于传统自己的文化有一些挑战跟批判 譬如说像这个人叫吴语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儒家叫人家要孝顺 叫人家要忠君爱国 可是这个君真的值得我忠吗? 有一些爸妈 不OK啊 我真的一定要孝顺他吗? 他们自己行为不轨啊 可能对于子女也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啊 所以当我们上面的人 也许那些长辈 他本身并不是那么循规道具 甚至做出一些违法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还要忠吗? 我们还要孝吗? 所以如果儒家一直叫我们要忠 叫我们要孝 完全的于忠 完全的于孝 其实就是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名的大工厂 所以这个时候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 对于儒家的传统思想 开始有些批判跟批评 所以陈独秀就说 我们要搞democracy 你还要忠君吗? 如果你忠君 你就不能够忠于你自己 对不对? 如果你要science 你要用科学思想 你就要摆脱那些传统的迷信啊 那些民间信仰啊 所以如果我们要德先生 我们要塞先生 要democracy跟science 成为这个时候的救国之道 那传统的东西怎么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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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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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好 最后呢 新文化运动很强调 能够沟通 才是好的语言 能够沟通 才是好的文字 所以你在那边写文英文 看不到啊 有没有 我现在国文课 如果有文英文的课 注释很多 对不对? 然后还在那边被翻译 啊很辛苦啦 所以白话文运动 是在干嘛? 代表人物胡适 胡适说啊 我手写我口 要放廉价了 有朋友来我家玩 要一起玩switch 好开心哦 你会跟你爸妈说 有彭志远方来不亦乐乎呢? 你这个人讲话也太怪了吧 太文周周了 正常而言 有朋友来我家玩耶 开心 送 玩意 对不对? 用一些很直白的语言 来表达我们内心的开心 这就是胡适说的 我手写我口 那胡适呢 非常多的名言啊 所以有很多人会 假借他的脸 乱说话 所以我要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网路上看到很多配着胡适的一些名言家具 你要发挥你独立思考的精神 不要因为看到胡适的脸 就以为这句话是他说的 好 那胡适真的说了什么呢? 白话文 这首歌有听过吗? 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胡适写的 你有没有看到? 非常的简白 我从山中来 太直接了当了吧 带着兰花草 需要翻译吗? 完全不需要 如果你学过五言绝句 五言古诗 那些古典的唐诗诵词 你会发现 就算他相对有些比较好懂 但是还是需要翻译解释一下 可是胡适我手写我口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多么的浅白啊 很好懂 但是呢 胡适也提醒大家 在这个年代呢 白话文是好沟通 没有错 可是你在收到很多讯息的时候 不要听到什么 不要看到什么 就相信什么 你要不盲从 你要不依赖 你不要以别人的耳朵为耳朵 不要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 不要以别人的眼睛为眼睛 在现在社群网站上 有抖音 有脸书 有IG 有很多的讯息爆炸 一样的 我要提醒大家 胡适的话 现在还是很好用 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 用你自己的耳朵去听 用你的大脑去思考 不要依赖别人帮你解释 不要依赖别人帮你判断 你要有自己独立的精神 这才是真的独立 这才是真的自由 OK 除了胡适之外 这位人士也很有名 他叫鲁迅 他写了历史上 在近代中国 第一篇白话文的小说 叫做狂人日记 鲁迅这个人 其实是蛮激烈的一个人 他的很多文字的一些下笔 都非常的犀利 甚至我们可以说很呛辣 很很猛 所以这个狂日记 你有兴趣就自己去看 没兴趣的话就先这样没有关系 老师想送你一句 我个人很喜欢的鲁迅名言 送给大家 鲁迅说什么呢 鲁迅说 这边是我真的要是提醒各位同学的 鲁迅说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 所以你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你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年代 资讯爆炸的年代 时间管理更是重要 if you waste my time you're killing me if you waste your time you're killing yourself 尊重每个时间 善用每个时间 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该休息好好休息 该念书好好念书 该学习好好学习 善用自己的时间 这是鲁迅告诉你的 也是老师想提醒你的 OK 新文化运动 两个关键人物 蔡元培 陈独秀 三个重要内容 掌握课本 掌握今天老师说的 新文化运动就上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 拜拜